喜欢和动物做朋友的钟瑶 最近参演一部以海洋生物为主题的偶像剧 这一天他就连同罗洪震 音符 张景兰 李云庆等出席首映会造势 现在正值新型肺炎疫情蔓延时期 洪震就说拍吻戏前都要用酒精漱口 为了缓和紧张情绪 所以洪震在等就位的时候特别爱唱歌 我其实唱得很小声而且几乎都是在哼 很大声吗 你很大声 真的假的 那你模仿一下 我就是明白我模仿一下你唱啊 我也忘记了啊 你刚刚在修行室有唱 我有唱什么 他有的 对对对 我有唱晚安啦 刚刚在修行室有唱晚安 因为我们有聊到就是 运清哥的爸爸非常喜欢这首歌 是钟瑶说我很像费玉清 他刚刚模仿了菲玉清的动作 什么动作 就这个 怎么是 哦 那给不到 这不是我慢熟了吧 OK 跳过我们下一个问题 个性非常慢热的洪震 被中瑶大报在群组回复message时 不会超过四个字 而最近他们终于熟络了一千 已经会主动聊天 笑容还变多了呢 我觉得洪震的个性 其实有一点点的木讷 一点点木讷 真的 我昨天遇到你 你还会开黄枪算很好 他现在好很多了 我有开黄枪吗 昨天那时候在办公桌的时候 你还有稍微开黄枪的小笑话 有吗 有啦 那工作人员来 好啊 我刚刚台上就已经开了八个 黄色笑话了吧 对啊 有吗 没关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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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讲了黄色笑话的时候 没有发现自己讲了黄色笑话 OK啊 新剧当中饰演主厨的Jack 在拍摄的时候 不断说自己无论距离距外 都是一个细心体贴的暖男 他有一次就讲说 因为我们有场戏 他都会在家里面帮我准备 隔天的早餐 中餐 晚餐 就是把他分装在便当盒里面 他自己就一直跟我推荐 他就一直说 我说天哪 会帮女生就是做便当去上班 男生已经很少 基本上已经绝种 他说没有啊 我就是一个 我只是说这 我只是说这还好 我觉得你可能没有遇到很暖的人 就是在自我推荐 对 但是我没有说要我 我只 算了 所以中小这一周要怎么打动你吗 当然会要 任何女生都容易被打动吧 会不会 我 还好 你说做便当这件事吗 会吧 因为 会感动吧 因为这种已经很少了 真的非常少了 因为大家都忙自己的工作 哪有空帮另外一班 就没什么工作的话可以做 OK 你要真有吗 我没有 我没有